所以民眾黨領了這個補助款以後 退回給柯文哲三分之二 所以民眾黨是不缺錢的囉 那為什麼在今年選完的三月 這個民眾黨黃國昌黃珊珊 還要發文說我們很窮啊 叫小草募款呢 你又窮又把三分之二退給柯文哲個人去運用 我覺得真的這個政黨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我覺得很奇怪哦 民眾黨一直 柯文哲一直說民眾黨是小黨是窮黨 那總統的選區補助款 其實是給政黨而不是給個人的 那既然這個政黨是小黨是窮黨 為什麼還要把三分之二都還給柯文哲個人 柯文哲還拿得下手 柯文哲個人的政治現金結余已經剩6000多萬了耶 他還拿得下手本來應該屬於民眾黨的補助款 還拿得下手三分之二 我覺得民眾黨的黨規不都是柯文哲訂的嗎 所以柯文哲自己圖利自己自肥自己了 我要跟大家再次澄清 我們一般的選舉選票補助款是補助給候選人 唯有總統候選人的選票補助款是補給政黨 柯文哲三分之二 所以民眾黨是不缺錢的囉 那為什麼在今年選完的三月 這個民眾黨黃國昭黃珊珊還要發文說我們很窮啊 叫小草募款呢 你又窮又把三分之二退給柯文哲個人去運用 我覺得真的這個政黨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所以柯文哲自己立的方法就是 我要把這個錢拿回三分之二自己用 那他就不管民眾黨的死活囉